第21章下山,唐一走后没多久,一个名叫田香的女弟子快步而来,走到唐素素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唐素素眉头挑了挑,发出一阵冷笑,傅又低声交代了几句。 稍后门外又来一人拜见,不是别人,正是宋敬青。 得了允许进入的宋敬青见唐素素递了一封书信给身旁的田香,并交代道,让牛友到下山后交给广义郡小南山南山寺主持,顺道的是,让他务必送道。 是,田香双手接了书信音下,转身离去时悄悄瞥了眼宋敬青。 宋敬青则盯着他手上书信颇为留意,回头又对唐素素恭敬行礼道,弟子拜见长老。 唐素素乐呵呵抬了下手,示意不用多礼。 然宋敬青面无表情,平静道,长老,听说牛友到要下山给商朝宗做法师随护。 唐素素捎汗手,是有这么回事,宋敬青脸皮略绷紧了几分,审声道,长老,您之前刚刚保证过上青宗不会给商朝宗派随护法师的。 他事先商书亲先回到上青宗的,事先已经跟上青宗打过了招呼,现在上青宗又要派人给商朝宗。 回头这是他没办法跟家里那边交差。 唐素素叹道,实在是是出意外,商郡主拿出了上青宗当年给予宁王的报恩信物,亲自上山找上了门,让上青宗如何推脱。 上青宗乃是名门正派,欠了人家的恩情,人家现在要你还,若是不还的话,以后上青宗上下还有何面目在修行界见人。 会被人戳几两股笑话的,眼亲,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实属无奈。 纵言轻道,报不报恩的,弟子对那往事并不清楚,不便妄作评断,弟子只知京城那边的话已经带到了上青宗。 现在上青宗的举动出乎京城那边的预料,弟子想请问长老,弟子该怎么对京城那边交代。 语气略显深沉还有几分咄咄逼人的意味,唐素素呵呵道,多虑了,牛友道什么情况有几斤几两你还不知道吗? 就凭他能给人当随护法师吗?纯粹是敷衍商朝宗罢了。 其实这边一开始的确没想过要派人给商朝宗,但人家找上了门拿出了信物,是关一个门派的信誉,不好直接拒绝,不得不与之周旋。 让商书亲去见牛友道,也是想让商书亲知难而退,毕竟牛友道的年纪摆在那里,谁知商书亲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同意了,倒是搞得上青宗有些骑虎难下。 纵眼清淡然道,弟子这些年没在上青宗,牛友道什么情况弟子不知道,弟子只知京城那边的意思是,不能派人给商朝宗,一个都不许。 你呀,唐素素指了指他,微微摇头道,我是在为你着想,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哦,素眼清愣了一下,为弟子着想。 弟子看不出哪里是在为弟子着想,唐素素漫不经心地点了一句,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掌门唐一压根就看不上牛友道,这么多年连面都没见过几次,至今没和牛友道远房,掌门至今还是清白处子之身。 如同我早年跟你说的那般,掌门只是为了担负重任,并非是真想许生给牛友道,掌门怎么可能看上一个山野村夫,你和牛友道比起来,掌门难道还分不清哪个好吗? 可掌门是上任掌门的女儿,有些责任她必须承担,你身为男人要理解她一个女人的苦衷。 纵眼睛彻底震住,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两眼渐渐放光,一颗心又活络了起来,什么意思唐素素已经暗示得很明白了。 唐素素留心了一下她的反应,又继续说道,商朝宗什么情况大家心知肚明,注定危机重重不得善终,何况牛友道远根没有自保能力,跟着商朝宗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有些事情上清宗是不好明着做的,道理你应该懂,人在上清宗出事不太合适,若是被商朝宗给连累了,那则是另外一回事。 宁王和东郭浩然的关系你也知道,商朝宗只定找东郭浩然的弟子出山,上清宗其他弟子也能理解,不会有疑。 纵眼睛目光忽闪,不知在琢磨什么东西,总之绷着的脸色缓了下来。 店内静默了一阵,察言观色的唐素素忽悠笑道,当然了,凡事都有意外,也许商朝宗能度过重重危机,顺带保了牛友道平安,那只能说是他的造化,那掌门和他的夫妻关系也就还得继续维持着。 眼睛那,上清宗有上清宗的苦衷,牛友道算不上什么法师随护,情况你要帮宗门跟京城那边解释清楚啊。 纵眼睛脸上挤出一丝笑意,连连点头道,弟子也是上清宗弟子,自然是帮着师门说话的,长老放心,弟子知道该怎么跟京城那边解释。 唐素素汗手,那就好,那就好,我果然没看错人。 长老若没其他吩咐,弟子先行告退,纵眼亲拱手告辞道,唐素素乐呵呵挥秀道,去吧去吧。 纵眼亲公公静静后退几步,旋即转身快步离去。 一离开这边,他立刻回去找到了徐以贴和陈龟硕这两个跟班,一个让准备马匹,一个让去跟踪门告假,理由是要回趟京城。 一切准备好了,三人快马加鞭离开了上清宗。 这一路上,宋眼亲心中是颇为兴奋的,因唐素素的话而兴奋,唐医和牛有道竟然是有名无实的关系,实在是让人意外,看来这朵鲜花还是要等他来采的。 他下定决心这次势必要将唐医给弄到手,唐素素应该清楚再三户弄他的后果,敢不配合试试看。 师兄,走反了方向,那边不是去京城。 三户跑出上清宗范围,刚涉潜水摊跨河跑到对岸,领齐在前的宋眼亲纵马跑了个相反的方向,追上来的陈龟硕赶紧喊了声提醒。 废话,我又不是瞎子,跟我走就是。 宋眼亲回头骂了声,取以贴和陈龟硕面面相去,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好加速跟上。 盘西闭幕在蒲团上的唐素素静默无声,店内灯火并未挑的太明,光线半沉浸在昏暗中。 田香快步从店外闯入,跪坐在了唐素素跟前低声道,长老,人没有往京城方向去。 转获倒是想得美,唐素素睁眼冷笑一声,次日,天刚蒙蒙亮,一名上亲宗弟子来到桃花园,紧拥有到下山,问有没有什么要帮忙收拾的。 看得出来,这名弟子的眼神明显对这位掌门夫君带有好奇意味,然牛友道问他什么时,他又小心着什么都不肯说。 牛友道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带了两套换洗衣服之类的打了个包裹,连同桑书清送来的那把宝剑一起背在了身上,就这样下了山。 沿着山崖中间披空陡峭之地的至四行台阶一路到了山下,过了一道石桥,只见桑书清正在那等着。 张书清身后还跟了四名镖形大汉,两人一身青色镜装,另两人一身土灰色镜装,手腕上带着皮革护腕,腰上也绑着护腰皮具,接流露出一股肃杀凶悍气息,身旁的马匹上挂着弓弩刀剑之类的武器。 法师,张书清拱手见礼,悠悠道点头笑了笑,田香牵了皮毛色神郡的枣红马过来,见礼后指着马身上挂的包裹道,师叔,这里有宗门给你预备的金银细软,还有一些路上用的干粮。 随后又从秀里掏出一封封好的书信地来,这是掌门让您途中顺带给广义郡小南山南山寺主持的一封信,您途中会路过那个地方,详细地点问问便知,掌门让您切记送道。 牛友到街道首帆看了下,雷剑信封上有署名,顺手塞进了马匹上挂着的包裹里,抬头看了看上轻功方向,问道,我不需要去辞行吗? 田香笑道,掌门说不用了,说郡主他们还要赶路。 哦,那就走吧,牛友到嘴角略带滋嘲的笑一声,这么多年了,他在这里一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这次也一样,说多了都是废话,接了缰绳,利落地翻身上马。 郡主一行一迅速上马,率先掉头驰骋而去,牛友到尾随在后追去,一行纵马狂奔,踏踏及驰而去,掌亲公山崖边的一颗苍松下,因为飘飘若鲜的唐翼居高临下,促眉看着骑行的一幕,对牛友到的来历越发狐疑,看牛友到利落驰骋的样子,难道牛友到早年经受过骑乘训练? 一个山窝里的穷小子有这条件,马蹄急骤翠响声中,牛友到回头看了眼桃花园,只见桃花依旧灿烂,不知自己此去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上青宗的地狱范围不小,快马在山林道路间驰骋了片刻,快要出地界时,前方竖骑突然在林荫道路上紧急立马而停,逼得后面的牛友到也赶紧停下了,探手一看,只见独眼缺腿的涂汉拦在了前面的路上。 郡主,我有话和他单独谈谈,涂汉指了指后面的牛友到,声音粗犷。 张淑青回头看了眼,见牛友到没什么意见,碎挥手带着四名随从先走了。 牛友到跳下马来,笑道,什么是需要在这节道来说? 第二十二章法师请来了,涂汉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伸手摸了摸马背的包裹,低声道,宗门给你的干粮不要吃,可能不干净。 另外记得,出了这里后,找到机会立刻离开郡主一行,自己另谋地方去,不要再回来了,走得越远越好,在没有自保能力之前,最好让上亲宗的人永远找不到你。 千万记住,不要向任何人提及你和掌门的夫妻关系,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明白吗? 你是聪明人,想必不用我多说,牛友到听出了他话中的深意,笑道,我手无腹肌之力,你让我一个人走,我能走哪去? 涂汉勃然大怒,一把扯了他一斤,那张本就猙獰的脸变得更加猙獰,连那落腮胡子似乎都在根根抖动, 我呸,你少来这套,借着我酒醉从我嘴里套了不少话去,其中就有修行上的疑惑请教,手无腹肌之力。 你当我不知道你一直在偷偷修炼,我不管你究竟是什么来历,既然东郭诗书能收你为徒,其他的我也不想知道的太多。 原来你一直在装罪,牛友到笑了,不想死就照我的话去做,徒汉冷哼一声,扭头就走,牛友到喊道,若是上亲宗的人盯着我不放的话,我该如何自保? 徒汉脚步一顿,又转身回头,看了看四周,低声道,若真出现这种情况,你想办法去妖魔灵找一个叫赵熊哥的人,他是你师父的师弟,被上亲宗视为耻辱,早年被逐出了上亲宗,但实力非凡,你找到他后凭你身上的护身符自然能证明你的身份,他会庇护你,在他身边,上亲宗不敢动你。 妖魔灵,赵熊哥,牛友到默念几声记下了,旋即又奇怪道,上亲宗要对我不利,我一点都不意外,你让我离开郡主一行是什么意思,难道郡主请我出山就是为了害我吗? 图汉冷笑一声,你真以为那郡主身份低位崇高,去了就能跟着享受荣华富贵。 牛友到对此早有疑惑,表面却两手一贪道,难道不是吗? 宁王商见伯贵为当朝大司马,位列三公,乃是燕国一等一的权贵,跟着他们还能少得了荣华富贵。 图汉哼哼道,做你的美梦去吧,宁王五年前就死了,和东郭师叔还有上任掌门出事的时间应该差不离, 宗门内部怀疑三人之间的死是不是有什么关联,但又不敢宣之于众。 宁王除了这个女儿外,还有个儿子,名叫商朝宗,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你不知道的是,商见伯在世时的主张比较极端,侵犯了天下修士的利益, 据说也惹得皇帝对他不满,商朝宗虽然继承了王爵,却听说犯了点事,被皇帝借机剥夺了官职,赶出了京城,此去苍庐县就是被赶回了封地。 这么跟你说吧,因为商见伯的原因,其子商朝宗也受到了影响,怕是有人不想给他火露。 我,牛友道明白了,我跟着他会被连累,是这个意思吧? 知道就好,上亲宗想让我送死是不是,你觉得我会说自己宗门坏话吗? 图汉鄙试一声,扭头就走,这就完了,别走啊,我对好多事情都不清楚,咱们再聊聊。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牛友道叹了声,笑道,我知道你是看我师父的面子,总之不管怎么说,老图,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关照。 图汉下一时摸了下自己的独眼,偏头一口唾沫,我呸,走了。 闪身往林中一窜,脚在树干上一蹬,几个起落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味了下刚才的话,牛友道回头看看来路,翻身上马,一溜烟驰骋而去。 出了山林,与外面等候的商书清等人碰了头,一起纵马奔向远方。 瀑布飞流,横挂前川,接流成河,湍急处改道往深山,平缓处慢慢流淌向庭园。 远处关道上,数百骑堤声隆隆,一路飞驰而来,抵达潜水河滩时,纷纷停下,等候在了路边。 为首翘首已盼者正是商朝宗荷兰若亭。 经过途中的治疗和调养,虽一路奔波辛苦,但商朝宗的气色却是好了不少,至少穿戴有模有样不再破破烂烂,此时看来面容坚毅俊浪,精神抖擞,颇有难而气概。 两人身后是近五百名净装骑士,各携刀剑弓弩之类的武器,中间还夹杂着上百匹粮居,有的空着留带换成,有的驼付着消耗物资。 一行停下后,战路肃杀气势的五百区迅速散开警戒四周,竖旗驰骋到地势较高处瞭望,配合娴熟默契。 静后了快半个时辰,还不见人,商朝宗不无担忧道,说好了天亮碰头的,轻而不会出事吧。 蓝若廷道,那倒不至于,上亲宗再怎么样,好歹顶着各名人正派的牌子,不至于公然对郡主不利。 商朝宗眺望上亲宗方向,窥探一声,东郭先生先是,这上亲宗怕是要和我皇室渐行渐远。 蓝若廷屡须揭末一阵,他不好说是皇室先有赴上亲宗,当然,也不能全怪皇室,皇室也是迫于修行界势力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 陈寅道,某种程度上来说,上亲宗的确是受了先王的连累,才遭致修行界各派的打压,以至于加剧了衰败,才落魄到这般地步。 先王在世掌握兵马大权的时候上难以对抗修行界的势力护他们周全,如今先王已故,上亲宗连最后的有力屏障都没了,处境已是相当艰难,不肯派人协助王爷也能理解,倒也不能怨他们。 商朝宗汉首,我还不至于心胸如此狭隘因人家不肯帮自己而怨恨,若真如此,岂非成了小人。 似乎突然想到什么,回头看向他,先生,我有一事不明,你明知上亲宗不会派法师给我做随护,为何还答应让亲儿跑这一趟? 兰若廷微笑道,王爷难道真的认为小郡主是为了去求随护? 商朝宗诧异,难道不是吗?兰若廷轻叹一声,撵着下巴上的胡须摇头,有件事情王爷不知,早年的时候,郡主刚出生,脸上并无那胎记,但是常哭不止,良意无测, 恰好东郭先生来访,于是先王请东郭先生为郡主一看是否有什么影集。 东郭先生为郡主检查后,说并无影集,只是生来命苦,因此而哭。 商朝宗满脸不解,出生王府,今枝玉叶,锦衣玉食,父母通情达礼,何来命苦一说? 兰若廷摇头,当时我也不懂,但东郭先生对气术命理之玄学颇有涉猎, 说从郡主的根骨来看,乃是天生的红颜祸水,长大后必然芳华绝代,在这乱世以色于人岂能不苦。 兼王当即恳请破戒,东郭先生说郡主出生王府,就算苦,也必然是先田后苦,欲破之则必须改命。 兼王问如何改之,东郭先生说,先田后苦可改成先苦后田。 兼王请他施违,于是东郭先生施法,在郡主脸上种下了丑陋胎记。 奇怪的是,胎记种下后,郡主啼哭吏止,竟哥哥笑了出来,先王大喜,自然也对东郭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只是苦了郡主这些年。 当时东郭先生曾有言在先,拜基元和事的时候,可让郡主来上青宗找他,他会害郡主真容。 然而只怕连东郭先生自己也没算到他会等不到那个时候编译先事。 听到这里,上朝宗恍然大悟,笑道,我明白了,先生的意思是,亲儿是想持剑找上青宗的人还他真面目。 兰若亭汉手,法出一门,既然东郭先生会的本事,想必上青宗也差不离巴。 上青宗若不愿派修士协助,去除郡主脸上的恶斑应该不会拒绝, 人家正好可收了那见乙孩人情,郡主也能得偿所愿。 驱,前方高坡上传来警卫的哨声,众人看去,那警卫朝上青宗方向打了个手势。 很快,有银银马蹄声传来,上朝宗放眼看去,暗暗松了口气,回来了。 只见六七驰骋而来,一马当先者是那熟悉的杀利庄树,然多出一记来不免让上朝宗和兰若亭面面相去, 难道猜测有误,上青宗竟敢派人随护。 六七剑起阵阵水花,冲过潜水河滩上了坡,与这边会面而停。 张淑清威住骏马,声音清脆道,哥,蓝先生,性不辱命,法师请来了。 上朝宗面带狐语之色,蓝若亭略醋眉,都在审视牛有道,觉得这人未免太年轻了一点,能有什么法力修为。 让这小年轻当法师随护,简直是在开玩笑,还不知道谁保护谁。 两人第一直觉都认为这事上青宗在敷衍了事,随便派了个人来凑数打发。 牛有道也在默默观察他们,脸上始终挂着无害微笑。 这是我三哥商朝宗,这是我家先生蓝若亭。 张淑清先为牛有道介绍了两人身份。 牛有道拱手笑道,见过王爷,见过蓝先生。 张淑清反过来又为两人介绍牛有道,这位是东郭先生的关门弟子,牛有道。 第二十三章此人不简单,东郭浩然的关门弟子,张,蓝二人恶然,又忍不住相视一眼。 尽管心存疑虑,在不明真相前,两人还是保持着涵养和礼仪拱手道,有劳法师。 客套过了,放下手后,蓝若亭直言不会道,恕蓝某无理,蓝某和东郭先生也算是旧友,彼此间多少算是了解一点。 东郭先生的亲传弟子蓝某都认识,从未听说东郭先生有一个叫牛有道的关门弟子。 对此,牛有道倒是一点都不意外,从旁一当外人面喊他师弟就能理解。 压根不想让外面人知道他这好人的存在。 最笑道,有些事情不便解释,总之不会有假,其中内因有合适的机会自当告知。 蓝若亭宝寒深意地披了眼伤书卿,他很清楚伤书卿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绝非一般没头脑的余妇,不知伤书卿请这么个人来有何用意。 多话没说,一行随后继续赶路,不过牛有道感受到了对方对自己似乎并不太热情,被骑兵夹在中间,似乎在防范他。 其实伤,蓝二人已经将尚亲宗的心思猜准了,估计是随便派了个人来应付了事,同时还有点担心牛有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而防范。 途中拉开了与牛有道的距离后,找了机会,尚朝宗趁机问了尚书卿一声,亲儿可曾请尚亲宗帮忙去除脸上开记。 尚书卿越莫一阵后,回道,王兄,真没那必要。 东郭先生有句话说的没错,这乱世之中以色于人未必是好事,更何况我们如今的情况,女儿身太体面了反而可能会给咱们惹麻烦,丑一点又有何妨。 这话说的蓝若停止摇头,哪有女人不爱美的道理。 张朝宗审声道,你迟早是要嫁人的,总不能一辈子蒙着脸吧。 张书卿,哥,我非草木,也向往儿女之情,奈何生不逢时,这乱世之中你我出身注定拔剑四顾,儿女之情太奢侈。 哥,真不用再忽我脸上的胎记,一般人我还看不上。 我自诩明珠蒙尘,若真能遇上不嫌弃的,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有情人,我必扫尘以明珠之身代之。 原来自来,无缘则尽后,不必勉强,迎风驰骋锤沙飘飘,话虽有理,商朝宗也不吭声了,燃面甲紧绷,心中悲愤,一般女子十六七八就要嫁人生儿育女,只恨自己无能连累了妹妹,劳中一呆数年,将妹妹拖成了年近二十的老姑娘。 如今商家的情况,就算妹妹脸上没那恶斑斑的胎记,又有谁敢娶自己妹妹。 堂堂郡主之身,随便找个,她又不愿亏待委屈了自己妹妹,父亲在世十在三交代过要照顾好妹妹。 一行途中或快活慢行进,轮流换成马匹,给马匹恢复体力的空档。 情至傍晚,在一河畔安营歇息,有人扎营,有人取水烧火,有人警戒,有人专门打理坐骑。 河畔一座坐帐篷,一堆堆篷火,主食的香味渐渐飘起。 搬了块石头做的牛友道取了包裹,掏出里面的干粮后,想起了涂汉的话,琢磨了一下,随手将干粮全部抛进了一旁的河里。 坐步远处的商朝宗一直在悄悄观察牛友道,见状,忍不住冷哼一句,如此惊喜的干粮扔掉起不可惜,这兵荒马乱的世道,不知多少人食不果腹。 当然,这些修饰从不缺吃喝的东西,怕是吃惯了好的,一旁拿了根树枝拨浓火堆的兰若婷却用树枝碰了下海朝宗的脚,笑着摇了摇头,还喊了人去请牛友道去另一边的热锅旁去吃热的。 牛友道隐约听到了人家的不满,但是不但回事,有人来邀,欣然前往,有什么事能比填饱肚子重要? 回头,商朝宗问道,先生觉得我说过了。 兰若婷笑道,之前我还担心此人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人怕是不受上亲宗拜见,才被免来了敷衍我们,我现在倒是有点相信他的确是东郭先生的弟子。 商朝宗握了声,何以见的,兰若婷,王爷没发现吗?白日里,他也是向我们讨吃的,连那粗糙干粮都能吃下,如此精细的干粮反而不愿享受给扔了,这不是犯贱吗? 加上能被上亲宗派来跟我们,估计他对那干粮有什么疑虑,明日里不用再把他看那么紧了,不妨放松看管给彼此一个机会了解一下。 商朝宗看向和士兵做一起吃喝的牛友道,露出若有所思神色。 商书亲从河边洗漱回来,夜间沙粒也摘下了,一头绣发放开了,在夜风中丝丝飘逸,透着柔情似水般的风滑,到了这边后,兰若婷问道,郡主聪慧,不是鲁莽之人,难道看不出此人年纪太轻没什么法力修为,何以会答应让此人随行? 商书亲坐在了一旁的马扎上,捋了捋两肩绣发,陈寅道,哥和先生的心思亲耳都懂,怎么说呢?首先是觉得有总比没有好。 其次,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哥正是缺人的时候,哪怕是能多半个能人相助也好过没有。 闻听此言,兰若婷顿时饶有兴趣道,郡主何以觉得此人不简单? 商书亲坐姿侧颜优美,但那张脸在篝火火光恍惚下,真宛若鬼脸一般,略作沉思,理了理思路道,唐仪是现金上轻松的掌门,门中弟子哪怕是高一辈的弟子见了他都恭恭敬敬, 然这牛友道见了唐仪虽然也算恭敬,可其中却给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只感觉是表面上的恭敬,骨子里似乎把唐仪视若平等。 最奇怪的是,我隐隐发现唐仪念对她时有点色力内人,看似强硬且高高在上,实则似乎有些心虚,总会有意或无意避免与牛友道的目光对视。 心虚,张朝宗奇怪一声,张书亲,哥,别忘了我也是女人,对女人细微反应上的一些内心表现能有所理解。 蓝若婷好奇道,唐仪是上亲宗掌门,此人看着年纪轻轻,唐仪念对她怎会心虚。 张书亲摇头道,先生,这一点我也很奇怪,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幸好我带着沙利可认真细细观察,反复留心注意后,觉得不会有错,唐仪念对她应该就是心虚。 张朝宗和兰若婷相视一眼,不禁其其回头看向不远处宫火旁盘坐地上一手热汤一手干凉又喝又肯与人笑谈的牛友道,倒似蓬围洒脱的一个人。 桃花物里桃花安,桃花安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今晚吟湿的声音又将二人拉回了头看向伤书亲,二人皆有些恶然。 桃书清略醋眉,带着思索神色将记忆中的诗篇完整念出,酒行旨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眠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辰马足贤者是,酒斩花之以示缘。 若将贤者比以示,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比何路路我何贤。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零豪节目,无花无酒除作甜。 他天资聪慧,有过目不忘之能,记忆力自然也是超群的。 牛有道念了一遍的诗,他也只听了一遍,居然就被他给背了下来。 念完后,台幕看着二人的反应。 张朝宗呵呵道,这是清儿你新作的诗吗? 酒行旨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呵呵,好诗,听着都逍遥,只是未免有些懒散消极, 这是清儿你所期盼的生活吗? 张淑青摇了摇头,又看向蓝若婷的反应。 蓝若婷稍作沉思后,徐徐说道,东郭先生的清修之地我曾拜访过, 门前有一株千年桃树,无论春夏秋冬,桃花灿烂如霞永不凋零, 很是神奇,也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 郡主突然念作此诗,莫非是见到牛有道时的第一印象? 张淑青继续摇头,不是我做的,此事是牛有道做的。 当时我随唐仪登门桃花园,牛有道就懒散在桃树下的一张唐仪上睡梦正香, 或许这就是要指给我们的法师随护后, 我心中其实也不快,从牛有道的年纪上就能看出是在敷衍我们, 既然如此无心,强求也没用。 正准备还见到此,谁想牛有道却伸着懒腰如梦一般随口迎出此诗, 当场给我一种才华横溢的经验感,而对方失踪更是把自己自诩为饮食高人, 颇有怀才不遇的味道,我这才有了耐心继续看看再说, 之后察觉到了唐仪的异常,最后才下了有不如无的决心, 后了此人下山同来。 对了,此人一开始明显是不想下山跟我来的, 后不知唐仪跟他说了些什么,他才同意了。 他离别时,上亲宗连点正当的词别都没给他, 就随便派了个小弟子把他给打发了,能感觉到他的无奈。 我,蓝若亭吕虚,目光瞟向牛有道那边, 听郡主这么一说,这诗中的确有一股将自己自诩为饮食高人的味道。 现在想想,这人气质道也不凡,是有几分洒脱从容, 还能有如此诗词才华,不像以前见过的上亲宗弟子, 的确是有点意思,带我找个机会试试他, 看看究竟有多高,第24章道也,猴子。 赤叶,该休息的基本上都休息了, 牛有道观察了一下一行人马的防御戒备布置。 500人马虽然是轮值休息和戒备, 但看样子,估计方圆几里之内有什么异常难逃这边的察觉, 他也就放心了一些。 一座帐篷内,垂帘拨开一道缝隙, 蓝若亭盯着牛有道的举动细细观察后, 微微一笑,嘀咕自语, 有点意思,稍作溜达的牛有道回了自己帐篷内, 摸出了那封信,借着外面的篝火火光, 拔出宝剑以剑锋小心踢开了密封, 抽出了里面纸张翻来覆去看了看, 竟然是张白纸,连一个磨点都看不到。 对着外面的篝火火光反复看过后, 又将纸张放在鼻子前反复秀了秀, 最后还伸出舌尖在纸张上乱舔了一通, 杂巴着品尝了一下滋味。 他还担心用了什么隐藏自己的药物, 这一舔,什么都明白了,感情是封假信。 广义俊小南山南山寺主持, 看来老徒的提醒并非无地方时, 还真想害老子,真当老子时你捏的, 拥有道自言自语地皱起了眉头, 琢磨着真要是背上轻踪盯上了闹个阴魂不散的话, 怕是麻烦,毕竟许多事情他还搞不清深浅。 反复思索后,心中有了谋话, 又将白纸折好,重新装回了信封。 次日大早,天刚蒙蒙亮, 众人吃过东西准备出发。 帐篷有人搭有人收, 马匹有人喂好了送过来, 什么都不用牛友道管, 一切都有人打理得好好的, 明显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家伙。 异形在此出发, 龙龙急迟, 牛友道察觉到了与昨日的不同, 已经没人再把他夹在队伍中间看着他。 跑了些路后, 牛友道突然快马加鞭跑到了前面, 与商朝宗三人乘排在前。 三人看着他, 牛友道随口找了个话题, 王爷,以您的身份, 身边就五百人马吗? 张朝宗道, 本王的品级, 没有官职的情况下, 按阻止, 只允许有五百精卫。 哦, 原来如此, 牛友道点了点头, 其实就是找个话茬, 说完了就赖在前排不退了, 跟在后面吃灰多难受。 蓝若婷呼啸问道, 树蓝某见识浅薄, 敢问法师, 不知武林豪杰木在何地? 哦, 牛友道立马意识到了和自己的桃花石有关, 不禁看向商书卿, 奈何人家遮着脸, 看不清反应, 看也是白看, 碎呵呵一声道, 瞎周的。 这解释还真让蓝若婷无语, 随后又向牛友道打听上青棕的情况, 牛友道虽在上青棕呆了几年, 可压根就不知道什么, 皆已一言难尽待过。 其实他说的都是实话, 可在蓝若婷等人看来, 这家伙没一句实话。 半上午过去, 穿过山, 越过荒原, 道路又顺到了河道旁, 看着沿途的风景, 牛友道神情中渐渐流露出思索回忆神色。 直到河道对岸的山脚下出现了三棵并排的苍镜老树, 牛友道才确认了过来, 离五年前离开的那的山村应该不远了。 河流走向开始向山中淤进, 快到前方通往山中的一条小路时, 牛友道突然回头道, 王爷, 前面路口能不能停一下? 说话间已经到了, 商朝宗抬手, 人马陆续勒住江绳停下。 商朝宗问道, 法师有事, 牛友道阳边指向一旁小路, 不瞒王爷, 这里面有个山村, 正是我出身的地方, 我少小离开, 还不曾回去过, 想回去看看怎么样了, 不会耽误太久时间, 能不能请王爷稍后。 商朝宗看向兰若婷, 有征求意见的意思。 兰若婷四周看了看, 笑道, 既如此, 王爷, 不妨一起去看看能出法师的地方是和中林玉秀之地。 商朝宗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想趁机探探牛友道的底细, 点头道, 也好。 牛友道心知肚明, 也懒得解释什么, 笑回一句, 穷山窝子罢了, 就怕王爷嫌弃。 走, 商朝宗扬边一指, 立刻有几名前少宗马跑去探路, 其他人不及不徐地随后。 途径山中林匿之地, 不用吩咐, 左右人马有人开始攻努上弦, 或抓住了武器, 高度戒备着四周。 牛友道回头看了看这些人, 能感觉到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军事, 极具实战经验。 驱, 驱, 驱驱, 山中突然传来鸟鸣声, 牛友道似乎被电触了一下班, 猛然看向鸟鸣方向, 瞪大了眼睛。 王爷, 这鸟叫得不地道, 故为军事中突然有人出声提醒, 商朝宗等人立刻勒住了马, 高度戒备四周。 有人马护住了商朝宗等人, 也有人开始将牛友道夹在了中间, 公奴已经隐隐对向了他, 虎视眈眈, 貌似把牛友道当作了故意诱他们进陷阱的人还是怎的, 一旦不对随时要发难。 驱驱, 驱驱, 远处又隐隐传来鸟鸣声, 牛友道立刻神色激动了起来, 目光探寻着四周, 也搓唇虚。 驱, 驱学了三声鸟叫, 四周陷入了安静, 等了一会后, 才又传来虚。 驱两声鸟叫, 牛友道顿时两眼放光, 无视身边随时带来的威胁, 目鹤道, 让开。 蓝若停掠墨, 摆了摆手, 是一人马让开了。 牛友道直接纵马冲了出去, 跑出不远, 又停下了, 须, 再次搓唇发出一声悠长鸟鸣声。 接着原地恶马转圈, 不断观察着四周, 没多久, 山林中哗啦闪现一个人影, 一个魁梧青年冲到半山腰, 停在一棵大树下, 瞪大着眼睛盯着牛友道打量, 丝毫不顾瞄准他的公母。 牛友道一惊一不定地打量着对方, 两人就这样彼此互相打量个没完没了, 后面的商朝宗等人看着奇怪。 魁梧青年明显很激动, 嘴唇如涅多缩了许久, 最终颤音道道。 道爷, 是你吗? 这一声久违的道义二字, 真正是让牛友道热血沸腾。 牛友道用力握拳收了下肘, 猛然指着他, 兴奋异常地断然道, 猴子。 猴子二字也让那魁梧青年情绪彻底失控了, 不顾荆棘冲了下来, 跳落在了山道上。 牛友道翻身跳下马, 两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 那简直比一对热恋中的恋人还深情。 蓝若亭等人看得差点起一身鸡皮疙瘩, 不过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牛友道从见面就能看出是个从容淡定的人。 通为洒脱, 如今居然如此失态, 可见是遇上了交情非同一般的故人。 但几人身边的护卫人马却没敢放松警惕, 高度戒备着周围, 到现在若还不明白那所谓的鸟叫是有人在发信号才怪了。 而且有一点非常能肯定, 牛友道对这种鸟叫信号也非常熟悉。 外人是难以理解相拥二人在这个世界的寂寞的, 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寂寞, 外人也无法理解二人的交情。 待到双双情绪稳定下来后, 两人推开彼此打量对方, 眼神中饱含太多太多的感情。 看到猴子雄壮的块头, 还有那个头居然比自己还高半个脑袋。 想想猴子以前那英寿小身板才得来的猴子外号, 牛友道突然笑得前腐后仰。 猴子刚才的失控情形已经不见踪影, 似乎又恢复了从前那面无表情的冷漠样子, 很酷。 有些骨子里的来自灵魂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道爷, 你笑什么? 猴子问了声, 牛友道摇头呵呵道,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身材有问题吗? 猴子愣了一下, 意会道了什么, 嘴角略微翘了一下, 代表自己也觉得好笑。 恩爱下笑意, 牛友道奇怪道, 你怎么来了? 我好像见你逃进了永道, 猴子淡定道, 不进永道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牛友道恶然, 这话怎么说? 猴子, 整个涌道整体坍塌, 我躲都没地方躲。 牛友道无语, 还以为对方跑得快, 没想到下场更惨, 叹了声, 朝山路尽头方向挪了挪嘴, 问, 你也是从那小庙村冒出来的? 猴子点了点头, 问, 你是牛友道? 牛友道饿了, 你怎么知道? 猴子, 醒来后, 发现自己中了剑, 才知孙子不久前遭受过匪兵的洗劫。 养伤的时候, 听说村里有个叫牛友道的变得有点奇奇怪怪, 对傻子一样找村里人问东问西, 说跟我一样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时候离开了村子村里人都不知道。 我当时就反应了过来, 应该是道爷你, 奈何我当时的身体伤得很重, 不宜去找你, 也不知道该去哪找你。 商朝宗等人看着这边, 距离稍远, 听不到二人在说什么。 牛友道沉默着点了点头, 抬手拍了拍他肩膀, 我一直以为你当时脱身了, 没想到你也来了, 否则我不会一个人离开小庙村。 猴子就一个字, 懂, 有这一个字就够了, 牛友道也不多解释了, 副手眺望四周山林, 颇为感慨地叹了口气, 又有点庆幸道, 幸好我这次顺道经过这里, 想着过来看看那些村民, 还点人情, 否则怕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你再见。 对了, 凭你的本事, 这山村怎么能留得住你, 你就没想过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把谁家姑娘肚子祸害大了, 第25章这人有点不地道, 猴子自动过滤了姑娘大肚子的事, 想过, 但当时的确伤得重, 养了小半年才把伤养好, 多亏村里人照顾吧。 后来地理粮食熟的时候, 又亲眼目睹了匪兵抢掠, 的确有点不像话, 这里的兵跟匪没什么区别, 每次粮食熟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来抢上一次。 牛有道能理解他的心情, 知道猴子以前是特殊兵种出身, 有某种情节在身。 而自己若非无意中帮了猴子那孤寡老娘养老看病送中, 凭猴子的本事怕是也不会投奔自己这种人, 毕竟自己是另一条道上的人, 猴子跟自己纯粹是为了还不孝而欠老娘的东西, 之后渐渐结下了手足之情。 后来我想, 去外面也不见得能找到你, 估摸着你迟早要回这村里看看, 就像你说的要回来还人情, 决定在这里等你。 而我也要还村里的人情, 为了避免他们屡次被抢, 留下将村里人组织训练了一下。 还有就是这身体底子不太好, 我也趁这些年把这身体锻炼了一下, 不然这世道这么乱, 跑出去没点自保能力浴室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牛友道点头, 两人都懂对方, 看来两人在见也是必然的事情。 你呢? 猴子朝商朝宗等人送了送下吧, 什么情况? 明明跟你一起来的, 看起来对你似乎不太友善。 呵, 牛友道回头一看, 才想到把那些人给晾下了, 拍了猴子后背, 来, 给你介绍一下。 带了猴子过去, 牛友道把商朝宗等人给介绍了一下, 又介绍猴子, 这是我好兄弟, 叫, 挠了下脑袋, 回头问猴子, 你叫什么来着? 刚才忘了问他现在叫什么, 蓝若婷等人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你好兄弟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们交情明显非同一般, 有这样睁眼说瞎话的吗? 上清宗派来的这人有点不同, 地道啊, 猴子目光淡定扫是猪人, 袁刚, 哦, 对, 袁刚, 离开村里太久了, 你名字都忘了, 牛友道回头朝众人尴尬笑道, 我这人记性不太好, 这话大家信不信令说, 不过都在仔细打量袁刚, 目光下意识都注意到了袁刚绑在小臂和大腿上的匕首上, 穿着看起来像山窝里的村民, 但那气质明显不像, 目光中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味道很明显, 一般的山野村民看到他们这阵容不像, 的战战兢兢才怪了, 哪能这样淡定, 王爷, 难道不知道王爷是什么吗, 商朝宗等人相识一眼, 不由心中狐疑, 难道这村里出来的人都这德性, 念及此, 他们有些好奇起来, 还真想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村子, 让你们的人别乱动,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袁刚盯着商朝宗懵懵警告一声, 商朝宗身边的护卫顿时连有怒意要发作, 商朝宗却伸手拦了一下, 袁刚给了那护卫一个面试的眼神, 转过身, 两指抠进嘴里, 须吹了个嘹亮的口哨, 边上山林里立刻有动静, 陆续跑出了五六个小伙子, 面带警惕神色靠近了这里, 明显有些畏惧官兵, 兰若婷等人又相识一眼, 觉得这反应才像村民的样子吗, 刚子哥, 这是, 为首一个小伙子试着问了声, 袁刚一指牛友道, 大棒, 回去跟村里说一声, 就说牛友道回来了, 我不回去了, 要跟他走了, 你们以后照我说的看家,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为征求牛友道的意见, 他就直接帮牛友道做了主, 不回村, 牛友道微微点头对几人露出笑意, 他明白原当的意思, 不想外人跑进村里探村里的底, 至于跟自己走, 那是应该的, 牛友道, 大棒问了一下, 盯着牛友道上下打量, 凸面露惊喜道, 呀, 道哥, 真的是你啊, 你便富贵了, 刚子哥不提, 我都认不出你了, 道哥, 我是大棒啊, 以前常跟你屁股后面玩的大棒啊, 还有我, 我猛子啊, 道哥, 我小狗子, 我大碗那, 道哥, 你这些年跑哪去了, 当时你不见了, 村里到处找你呢, 后来还有人来村里打听你, 还有人在城里见过你, 几个小伙子围了过来, 争先恐后嚷嚷, 高兴得不行的样子, 有人来村里打听, 村里还有人在城里见过我, 牛友道愣了一下, 随后大概猜到了点什么, 哈哈大笑一声, 睡手将错来的小年轻都指了遍, 大棒, 猛子, 小狗子, 反正把他们自我介绍的名都点了遍, 都记得, 大碗当初跟我去河里摸鱼差点被淹死, 反正他一个都不认识, 就照山村小子估摸着可能都会干的失乱说了遍, 原刚嘴角抽了一下, 发现道爷还是那个道爷, 大碗乐呵呵点头道, 是啊是啊, 经理却在纳闷想, 鱼好像摸过, 有差点被淹死吗? 道哥, 回来了不去村里看看吗? 刚子哥说你们要走, 要去哪? 大棒好奇问道, 丝毫没意识到原刚所谓的要走是什么意思, 在他们的印象里, 这村里人也走不了多远, 原刚,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别问那么多, 看得出来原刚在一群小年轻里还是挺有微信的, 他这么一说, 大家也就不问了, 大棒挠头道, 刚子哥, 带我们一起出去看看拜, 外面乱着, 待村里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其他的以后看情况再说, 原刚扔了句话, 回头问牛友道, 有钱吗? 牛友道朝自己马匹抬了抬下巴, 包里, 正要给村里送去, 原刚走去伸手到包裹里一脚, 扯了纸钱袋子出来, 手里抖搂了一下, 哗啦作响, 走回打开钱袋子一看, 金钱, 银钱, 铜钱一堆, 金银都是铸造好的铜钱模样, 金钱居多, 金灿灿黄眼, 哇, 几个小子从未见过这么多钱, 一起围了过来, 都想伸手摸一下, 颇有见钱眼开的味道, 原刚钱带口绳子一拉, 扎紧了, 扔给了大棒, 提醒道, 这钱交给村里几个老人集体保管, 跟他们说, 钱虽然多, 但不要拿出去乱买东西, 外面兵荒马乱的, 路才容易给村里招货, 实在急用货必须要买的东西才能拿出来用, 记住没有, 文言, 蓝若亭三人又相视一眼, 看向原刚的眼神越发感兴趣了, 牛友道也点头道, 嗯, 乱花的话, 回头别怪我让村里还钱, 我的钱也是辛苦挣来的, 是简单的, 不是给人乱花的, 几个小伙子连连点头, 大棒拍着胸壶道, 道哥放心, 我们知道挣钱不易, 你肯拿出这么多钱给村里那是好心, 哪能乱花, 回去定会说清楚的, 牛友道呵呵道, 那就好, 原刚挥手道, 好了, 都回去吧, 他的话还是挺管用的, 几个小伙子一言而去, 一步三回头递摆手, 钢子哥道哥, 我们先回去了, 你们早去早回啊, 牛友道微笑摆手, 原刚笔直站那不动怒送, 等到人不见了, 原刚转身对牛友道说, 走吧, 坐在马背的兰若亭笑道, 原兄弟, 会骑马吗, 牛友道扭头乐呵道, 别说骑马, 他飞机, 坦克都能开, 飞机, 坦克, 兰若亭, 商朝宗, 商书亲一口同声, 一起傻眼, 超级茫然的样子,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以为自己听错了, 看其他人也猛的样子才知没听错, 飞机, 坦克是何物, 张书亲问了声, 原刚神情冷酷, 没任何反应, 牛友道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呵呵笑道, 乡下东西, 你们也看不上, 不说也罢, 倒是我们孤陋寡闻了, 张书亲可惜一声, 见人家不愿多提, 也就没再多问, 蓝若亭倒是朝山路尽头送了送下吧, 法师既然回到了家乡, 不回去看看, 不愿跟他们搭话的原刚冷冰冰一句, 每次官兵来, 都要进村洗劫一次, 乡下人见不得这大场面, 几人都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 蓝若亭和商朝宗面色有些凝重, 倒不是因为这话生气, 而是因为能充分理解这句话, 不说以前, 仅这次一路走来, 就见过不少原刚说的这种惨况, 但商朝宗身边的护卫却怒了, 杨边指着原刚呵斥道, 大胆, 王爷启示, 原刚冷眼一邪, 商朝宗闻了声, 示意那人闭嘴, 见到的有些尴尬, 牛友道忙乐呵呵原场道, 主要是不愿因为一点私事耽误王爷的行程, 不去也罢, 不去也罢, 商朝宗回头道, 给原兄弟一匹马, 看得出来, 第一印象上, 他对原刚比对牛友道更有好感, 原因很简单, 他只一眼就从原刚身上看到了属于阴阳味, 武裂味的气质, 看着都亲近, 而这个牛友道嘴里没一句实话, 不像什么好人, 后面很快有人解来一匹坐骑, 原刚接了将绳翻身上马, 动作干净利落, 蓝若婷等人明显留意了一下, 看出了原刚不像一般山野村民, 对驾驭马匹是有相当惊艳的, 商朝宗打了个手势, 一群人终止了继续向前, 后队改前队返回, 第二十六章你好, 牛友道和原刚刚见面, 有许多话说, 溜达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前面, 商朝宗无意中听到商淑青还在低估飞机坦克的字眼, 回头看了严远远跟在后面的二人, 不由笑道, 人家不愿说, 轻儿还在惦记, 那之前为何不打破砂锅问到底, 看不清商淑青沙丽夏的神情反应, 人家是不愿说, 可我感觉那牛友道也不是随口胡言乱语之人, 这随便溜出的话, 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种无心之言似乎并非是诗言, 更像是有些东西不屑瞒我们, 而那人刚看我们的眼神亦有不屑, 商朝宗胡一道, 轻儿, 你这话自相矛盾, 我怎么听得有些糊涂, 商淑青, 我也说不清楚, 感觉好像是心态上对我们的不屑, 随口说就说了反正你们也不懂的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 面对我们似乎有种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 商朝宗喝了声, 可能觉得自己是法师, 我们在他们眼里只是凡夫俗子吧, 也许吧, 张淑青沉吟了一声, 回头又问, 蓝先生, 你觉得他之前答应我们一起去村里, 忽又拒绝是什么意思? 蓝若廷, 可能是对村民的一种保护吧, 这个原刚也许真的不想让我们和村民接触, 商朝宗, 地方都知道了, 回头若想接触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蓝若廷, 王爷刚才难道没看到吗? 若山里真存在什么村子, 这村子明显不简单, 从那口哨上就能听出, 这个村里有严密的自我保护措施, 只怕外人一靠近, 村里人就有所防备, 也许真如他们说的, 被官兵得洗劫怕了吧? 一行出了小道, 继续在官道上驰骋, 牛友道则和袁刚并齐在后, 说着这些年的各自情况, 再见高兴, 跟在队伍后面吃灰也无所谓了。 对于袁刚, 牛友道没什么好隐瞒的, 从破庙中醒来遇见东郭浩然一直到这次出山的经过原本告知, 连从铜镜中发现乾坤爵的事都没有隐瞒。 袁刚没想到牛友道竟然被软禁了五年, 道爷, 照你这样说, 那上轻松想害你。 牛友道叹了声, 十有八九八, 从种种迹象还有那图汉的提醒来看, 应该是想让我早点归西, 也不知哪招惹了他们, 我对他们也无害, 干嘛跟我过不去, 这时我至今摸不清头绪。 袁刚, 在上轻松的时候, 他们很好下手, 为何要拖到现在? 牛友道, 这时我也费解。 袁刚, 道爷准备怎么解决这事? 牛友道, 貌似跟着前面那帮人也不安全, 等过了南山四八, 等到上轻松以为我死了, 断了被纠缠的隐患后, 咱们立刻甩开他们走人, 此后天大地大, 凭你我兄弟的本事, 到处去走走看看。 两人把这事给商量了一下后, 为了让袁刚的思维范畴超脱纳的山村, 对这世界有更多了解以便更能自保, 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修行界的事情讲述给袁刚听, 可惜上轻松著述的有关修行界事迹的书不让带, 不然倒是可以省去这番口舌, 袁刚跟着在考古界撕混了那么多年, 阅读小传也不是问题。 一路听, 一路思考的袁刚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修行界的人介入俗事甚至掺和进了各国的争霸中, 我实在难以理解。 牛友道呵呵道,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无知才会觉得难以理解, 无知的事物并不代表不存在, 风神隐意看过吧。 里面的商周之战, 多少修士介入其中, 什么江子牙、哪吒、杨俭之类的, 就跟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情况差不多, 你就当咱们进入了风神演义书里面的世界, 脑筋自然能转过弯来。 袁刚有些无语, 皱眉道, 道爷, 照你说的, 难不成这世上真有飞来飞去的神仙? 捉着江绳驰骋的牛友道又是一笑, 所谓的神仙要看你怎么去理解, 若仅仅是指飞来飞去的能力, 应该是有的, 只是目前这世上修为到了那个地步的人似乎不多。 真要有那修为, 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下面应该有一堆人输送利益, 一般的事情估计已经不太容易让他们露面。 真能飞来飞去, 袁刚摇头, 尽管是他信任的人说的, 但仍有些不相信道, 这不科学。 牛友道贪手, 很科学呀, 只是你没接触到其中的核心要义理解不了而已。 袁刚诧异, 科学, 科学在哪? 牛友道略微思索了一下, 想了想该怎么对他解释, 理顺思路后, 说道, 咱们来到这边之前, 我也如同你一样, 也不信什么神仙。 然而在上青宗修炼了五年后, 两相对比, 我大概明白了其中的奥义在哪。 你看, 他事与袁刚看来, 手掌一翻, 运功推出, 历见前面马匹驰骋而来的灰尘有一团在他掌心如气旋般旋转着不散, 戏手挥散后, 又问道, 你觉得我刚才在做什么? 袁刚, 这是道也你修炼的气功所产生的内力作用。 类似这种状况他以前在牛友道身上见识过。 牛友道汗手, 是气功没错, 但是运功后, 这里从何来, 你能解释吗? 袁刚沉默, 这个他还真没深刻去想过, 只知道是气功, 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牛友道, 早年炼气, 当身心感官打开的时候, 能感觉到身体从冥冥中吸收了一种什么东西到体内。 按道家的说法, 称之为天地灵气, 我也一直是这样玄而又玄迷迷糊糊理解的。 到了这边有过对比之后, 我想我大概明白了这所谓的天地灵气究竟是什么东西。 任元刚办定, 还是忍不住好奇问道, 是什么? 牛友道, 用科学一点的词来解释, 你应该就知道了, 暗物质, 听说过暗物质没有。 元刚眼中闪过吃惊, 你是说那种比电子和光子还小, 无法直接观测到科学家想尽办法捕捉的物质。 牛友道点头, 没错, 我对比后仔细琢磨了一下, 所谓的灵气应该就是暗物质。 以前所谓的迷信中有一个东西, 鬼魂你应该不陌生, 似乎存在, 又似乎不存在, 但是在上清宗我从一些点集中确认了这边真的有鬼魂的存在。 我想所谓的鬼魂其实就是由肉眼看不到的暗物质所形成, 人死后, 思想和思维得以保留借由暗物质为媒介而存在, 便形成了所谓的鬼魂。 这道理其实和你我如今占有的肉身是一样的, 我们和鬼魂的差别应该就在于运作思想的媒介有所不同而已。 宇宙浩瀚, 多样性共存, 人类不理解的事情太多了, 并不代表不存在, 都有个接触了解的过程。 远刚有些无语地看着它, 不用这样看着我, 为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所谓的内力和法力高低其实就是驾驭暗物质释放暗能量威力大小的一个结果而已。 又有道微微一笑, 闺袖挡了一下飘来的大团烟尘, 继续道, 我在这边修炼后才发现, 这个世界的灵气, 也就是你能理解的暗物质源比我们以前所在的地方充沛, 我反复测试过, 在这边修炼的速度远超那边。 从一些点击上看, 以前这边也没这么多灵气, 自然也就没这么多修饰, 后来五国的开国帝王商宋, 据说把天给捅了窟窿, 于是不断有灵气漏入这个世界,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对了, 你的硬气功还在练吧? 圆刚汗手, 伤好后就一直在练, 防身的本事总要有点。 又有道一脸玩味道, 真正的硬气功练体其实也配合了一种土纳之术, 同样要吸收灵气, 也就是你能理解的暗物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如今修炼硬气功的进度肯定也远超以前。 圆刚沉默不语了, 没错, 的确被道爷给猜准了, 他之前一直想不通怎么回事, 现在被道爷深入浅出的这么一讲, 似乎有点能理解了。 又有道了呵呵, 我修炼的乾坤觉还不错, 回头我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看看你如今的体质是不是适合修炼, 若适合的话你也炼上。 圆刚摇头, 我对那打坐静好的事情没兴趣, 有那时间宁愿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又有道, 你别傻了, 这世道和以前的地方不一样, 自保的实力强一点不好吗? 延年益寿也缓摔老活久点也好, 圆刚还是摇头, 将大量时间耗在打坐中, 活得再久又有什么意义? 生命在于运动, 猴子, 我说你, 道爷, 别劝了, 我不像你一贯痴迷这个, 我对那悬而又悬的东西真没兴趣, 我对生活的态度你应该懂的。 得, 我懒得说了, 又有得叹了声, 傅佑指着他提点道, 不过你那硬气功不要放下, 我估计你练的硬气功不一般。 以前那地方从一些道教传说中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曾经的灵气量应该也还行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灵气极为稀薄。 最远悠悠, 但凡感受和吸收能力差点的功法练不出效果肯定都被淘汰了, 到了你我时期还有修炼效果的功法应该都不简单, 在这里说不定能练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这点我不说你也应该感受到了。 袁刚呛了声, 静默一阵后问道, 道爷, 你对以后有什么打算? 牛友道环顾四周天地间, 爽朗笑道, 既来知色安知, 送这世界两个字。 两个字, 袁刚不理解, 困惑道, 拿两个字, 你好, 牛友道挑眉扔下话, 杨鞭一抽, 快马而去。 你好, 袁刚愣了一下, 看了看四周, 随后也快马加鞭追去, 一前一后追逐。 第二十七张员方主持, 广义郡, 小南山, 山青青, 林木幽深, 傍晚时分, 三骑冲入打破山中宁静, 不时惊起山道旁的飞禽走兽。 路旁林阴间, 一座小亭, 围亭内一座立碑遮风挡雨, 碑上可有岁月侵蚀过的南山寺字样。 纵眼清, 徐以天, 陈归说了马而停, 瞅了瞅碑闻却认没来错地方, 抬头看向眼前一立而绕上山的石阶, 引戒山上林密中有一脚飞檐, 应该就是寺庙所在。 纵眼清偏头示意了一下, 徐以天脚跟一敲马腹, 纵马冲上了石阶, 纵眼清随后, 陈归说最后跟上。 山顶古色古香寺院一座, 环境清庸, 人前扫地小僧看着跳下马的三人, 上前给礼道三位施主, 天色已晚, 不知纵眼清冷眼一溺, 目中无人, 一把拨开他, 大步闯入院门, 徐以天陈归说也直接牵了马从正门进入寺院。 僧人赶紧扔了扫把往回跑, 通报, 很快, 十几名轻壮僧人冲了出来, 提着棍子成一排, 在大院内拦住三人, 僧袍一个各喜得发白, 有点寒酸。 纵眼清从腰间前带抓了把钱, 扔了出去, 稀里哗啦的钱币落在僧人们的脚下。 黄灿灿, 全部是金币, 这可不是一点点小钱, 一群僧人面面相去, 将火钱, 将房给我们准备好, 马药为上等的草料。 纵眼清淡淡一声, 几位施主原来是相克, 正殿屋檐下的管事僧人哀哑一声, 快步走了过来, 挥手招呼一群棍僧放下了武器, 亲自招呼宋眼清, 这年头兵荒马乱, 山中土匪不少, 见几位施主牵马硬闯, 还以为是歹人, 误会,误会, 里面请,里面请。 伸手向腰去客厅, 三匹马自有人牵去照料, 那些棍僧开始捡地上的金币。 你是本院主持, 副手行走在屋檐回廊下的宋眼清问了声。 不是不是, 贫僧如会, 是东院首作, 如会刻刻气气地自爆身份, 他那样子似乎把宋眼清当作了金主来巴结。 宋眼清挟他一眼, 让你们主持来见我。 如会摇头道, 不巧得很, 主持外出访有, 明天才会回来。 赤叶, 宋眼清三人就在客房住下了。 寺庙火房那边吹烟熄灭不久, 有两名小僧送来斋饭。 斋饭摆放好, 两名小僧退下, 徐宇天走到桌前看了看, 就一锅青菜泡饭, 有够简单。 徐宇天摸出一只小瓷瓶, 抖了点白色粉墨进泡饭里, 拿着汤勺搅了搅, 脸色很快一变, 只见泡饭颜色有点发黑, 回头轻轻换了声, 失凶。 宋眼清和陈龟硕走近一看, 脸色也跟着变了, 这斋饭有毒, 幸好检查了一下, 否则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谁能想到这看起来挺正规的寺院 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来。 一群贼秃, 陈龟硕咬牙切齿一声, 扭身就要找一群和尚算账。 宋眼清却出手拉住了他的胳膊, 招了两人进前, 碰头一阵嘀咕。 回头, 徐宇天端了那锅斋饭找了各角落处理了, 将桌上东西稍作修饰后, 三人互相点头示意一番, 陆续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半个时辰不过, 角落的一扇窗扒拉开了一道缝隙, 一只眼睛朝屋里瞄了下又消失了。 不一会儿, 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 推门进来两个棍僧, 后面跟入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 个头不高, 轻瘦, 略显勾楼, 肤色有黑, 一挂白须, 两眼炯炯有神, 正是南山寺主持远方, 外面跟着涌入庶民棍僧, 之前那个东院守座如会跟在老和尚左边, 右边则是西院守座如鸣。 有弟子端着空锅朝这边亮了下, 道都吃光了。 看看脚下躺着的人, 西院守座如鸣何时叹了声, 罪过罪过, 主持, 我们又造了杀孽。 主持方人叹了声, 世道这么乱, 民不聊生, 百姓自己都顾不上, 谁还来捐乡有钱。 南山寺又远离城郭处在深山之中, 不想点办法哪来的香油钱, 大家若是连肚子都吃不饱, 若是人走没了都散火了, 还谈什么振兴南山寺。 再给我几年时间, 存够了钱我一定在城里修一座大寺庙完成主持的遗愿, 到时候天天有香火钱进账, 咱们也不用再干这事了。 唉, 鸡声叹息在僧众中响起, 如会挥手示意了一下, 几名棍僧上前搜地上三人的身, 谁知一遍突生, 一名棍僧啊一声惨叫, 被徐以天意脚踹飞了出去, 一连撞翻树人。 纵眼轻易豁然起身, 一把掐住了一名棍僧的脖子, 冷笑道, 好一群谋财害命的贼和尚。 话落, 手一拧, 落入手中的棍僧咽喉咔嚓一声, 被他直接拧断了, 回手虚空一抓, 放在后面的宝剑出窍, 吸了过来, 射入手中。 三道剑光皱起, 一群棍僧挥舞木棍抵挡, 拉挡得住, 尽客兼被杀了个血肉横飞, 惨叫声连连, 与者吓得仓皇退出, 只剩主持原方挥舞残杖叮叮当当抵挡, 掩护僧仲撤离, 身上隐隐有妖气浮现。 原来是个妖精, 纵眼轻易声冷笑, 一剑狠踢下去, 原方残杖易挡, 震得宋眼轻胳膊发麻。 原方明显不是宋眼轻等人的对手, 随便哪一个几乎都能打得他没有还手之力, 除了蛮力惊人外, 修为的确不怎么样。 可令三人稀奇的是, 原方已经连挨数剑, 身上衣服已被画得破烂, 却是剑锋男伤其身, 似乎穿了什么护身保甲, 不然早就要了原方的小命, 从衣服破缝来看有毛茸茸的东西战路, 剑锋划过居然能发出金属摩擦声。 不过三人很快发现了原方的破绽, 剑锋砍皮没用, 只有用刺的才能刺穿原方皮肉。 劳是原方皮操肉后屡屡避开要害, 连挨挤剑之下也有些吃不消了, 躲闪中鲜血一路滴答。 继人杀到院子里, 宋眼轻掠抬手失忆了一下, 徐以天和城归受罢手, 停止了攻击, 三人呈计较将狼狈不堪一脸惊恐的原方围在了中间。 自愿的僧侣似乎全部现身了, 除了刚刚死在宋眼轻三人手上的十余人外, 现场还有二十来名僧侣, 那伙儿见面有惊恐之色, 见识了宋眼轻等人的厉害不敢靠近, 又不愿扔下原方逃跑的样子。 尖血滴答的原方喘着粗气, 横恶缠障在手慢慢转圈警惕三人。 想死还是想活, 宋眼轻淡淡问了声, 原方咬牙道, 我说想活你就能放过我。 宋眼轻道, 当然没那好事, 想活就为我效命, 只要乖乖听话, 你进城修建寺庙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还能让朝廷给你个正实身份, 不然你这妖精跑道哪都有性命之忧, 那些斩妖除魔的修饰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单手量出了一块令牌, 令牌上的形刺让原方瞳孔一缩。 片刻之后, 吐死湖杯的僧侣们开始清理自己人的尸体, 宋眼轻等人去了另一套干净的客房。 客房内, 当着宋眼轻等人的面, 包扎好了伤口的原方让弟子退下, 只是那一身的鸡毛让宋眼轻等人看了个明白, 感情是个不成气候的妖精, 还不能完全化人。 看着原方重新套上衣服, 宋眼轻奇怪道, 据我所知, 这南山寺好像有些年头, 一群僧侣怎会让你一个妖精当主持? 其他僧侣他一交手就确认了, 那都是真正的人, 主持确实的妖精, 怎能不奇怪? 避免拉开伤口慢慢穿衣的原方苦笑道, 其实我不是原方主持, 带他把真相为伪道来后, 宋眼轻等人才明白, 原来真正的原方主持在两年前就已经原济, 而他则是两百年前南山寺僧侣们从山中捡来收养的一头熊, 也许是常文佛法的缘故, 渐渐通了灵性, 自己悟出了一套吸收天地灵气的法门, 慢慢有了修为, 此后便在山中修炼, 等他有了一定的修为开始化形时, 化形的参照对象便是原方主持, 于是变成了原方的模样, 只是修为不够, 化形还不完全, 还要带进步, 也如同他说的那般, 世道太乱, 南山寺维持起来很艰难, 原方主持还在世的时候便是他不断从外面弄来财物供给, 才让南山寺勉强支撑着没道, 原方主持原济时也不希望南山寺垮掉, 将南山寺托付给了他, 只是这家伙为了完成原方主持的遗愿, 开始带领一群僧侣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但是在寺庙里谋财害命, 还带着南山寺僧众去路边打埋伏节道, 然而, 有些僧侣以前默默受他弄来的财物养活还行, 真要亲自干这勾当有点受不了, 佛门弟子打结算怎么回事, 走了, 上百号人只剩下了一半不到, 结果这次谋财害命落在了宋免卿的手中, 我其实也带了不少好事, 这附近山林落草围扣的几群土匪, 都是我悄悄带着南山寺弟子给肃清的, 来一批我们就扫一批, 那群土匪太可恶了, 见到人就抢, 见到女人就结回山寨, 我们不一样, 我们只结有钱人, 对穷人绝对秋毫无范, 碰上收获泼风的时候, 我们偶尔还去附近的村庄布施一些粮食, 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 自从我当上主持以后, 附近的村庄再也不用担心土匪了, 夜不庇护都行, 尽管他们不支持南山寺帮他们解决了麻烦, 但只会说南山寺好, 不会说一个坏字, 南山寺的口碑在附近一带绝对没问题, 原方分外强调这点, 意图证明自己其实是个好人, 纵远青三人听完后目瞪口呆, 对这位主持惊为天人, 这哪是寺庙主持, 这分明是带头大哥啊, 第28章有夜宵吃吗, 一番交流后, 原方告退, 宋远青派了徐宇天去陪着, 实际上就是看管着, 别让原方跑了, 对宋远青来说, 原方皆不接受招安的事情令说, 起码不能让原方坏了自己的好事, 再时要将这南山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原方走后, 宋远青有些忍俊不禁地笑骂一声, 这熊腰有点意思, 陈规硕凑到他跟前, 眨了眨眼, 道, 熊, 金毛, 毛发刀枪不入, 师兄, 你有没有点印象, 纵远青目光微宁, 绿汉手道, 他一脱衣服露出那一身金毛, 我就看出来了, 异兽路上的金王熊, 以及毛发编织的一甲具有很强的防御力, 很罕见的东西, 居然被我们在这里遇见了, 看他那样子, 估计和修行界的人没什么接触, 否则如此低弱的修为焉感轻易暴露自己, 不急,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就看他时不时像, 先把眼前要做的事办好, 陈规硕嗡了声, 发现这熊腰也算使命大, 若非还未彻底化形成功有一身的金毛抵挡, 怕是动手之初就被他们给宰了, 随后, 陈规硕又陪了宋远青在南山寺到处走洞查看, 观察环境以备, 他们三个离开上青宗后, 几乎是一路马不停蹄的赶路, 就是为了早来布置, 这一路得益于宋远青的背景, 沿途能找一站换成马匹, 不然三人的坐骑经不住这样赶路, 明月照大江, 江潘一座坐帐篷, 江波滚滚映月, 江潘暗言上一座凉亭, 显得有些破败, 商朝宗副守平栏眺望江上月色, 蓝若亭从不远处走来, 漫步走入亭内, 问道, 王爷对江仇眠, 商朝宗轻叹一声, 我虽自信满满鼓舞士气, 但我们的情况自己清楚, 身边没有法力高强的法师保护, 也不知能不能平安抵达封地, 过了广义郡, 离仓无限就不远了, 越到最后我越是担心, 蓝若亭安慰道, 王爷放心, 在没得到那十万压江之前, 我们这一路不会有什么太大风险, 应该会平安抵达, 我倒是担心封地那边, 朝廷怕是事前已经做了准备, 商朝宗回头道, 我在考虑, 如今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苍武县, 蓝若亭神情疑速, 连连摆手道, 王爷, 万万不可, 这一路上朝廷肯定不知有眼线, 我们若老老实实前去还能保平安, 若是失控天离方向, 怕立马要惹来人追杀, 另外, 属下在京城费尽心思打点酝酿, 推动他们把王爷的放逐之地定在苍武县封地也不是没原因的, 先王在世时, 苍武县略准备有家底, 这是王爷最后的希望, 我们手上已经没什么可用的资源, 不可惊念放弃, 张朝宗默默汗手道, 希望能给这些是死跟随的弟兄们一个交代吧, 就在这时, 五名百夫长之一的官帖大步而来, 后面还跟着一个腿有点瘸的白发苍苍老翁, 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庭内, 官帖抱拳禀报一声, 王爷, 方叔来了, 那白发老翁丹西跪地行礼, 与戴颤音道, 小人方平参见小王爷, 不, 参见王爷, 方叔, 快快请起, 张朝宗抢不上前, 亲自双手将老翁给扶起, 这老翁原是宁王商剑驳麾下的一员亲兵, 后因在战场上受了伤, 腿脚不变而退役, 归了家乡, 家就住在这一带, 等他站起, 蓝若婷问道, 方平, 我事先插人让你准备的杜江工具可准备好了, 方平一脸羞愧摇头道, 小人无能, 至今只准备了几支木牌而已, 蓝若婷皱眉, 几十个人, 这些天只准备了几支木牌, 怎么回事, 当年商剑驳放了一些兵族退役, 退役安置在这一带不是没原因的, 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方平叹道, 蓝先生有所不知, 广义俊太守凤凌波拥兵自重后, 与朝廷大军发生几次冲突, 免不了波及附近的村子, 加上强征轻壮为兵, 我们这几十人死了一半, 还有一半被凤凌波的人给抓走了, 死活不知, 也只有小人年纪太大, 加上腿脚不变, 人家看不上, 因此躲过一劫, 蓝若廷陷入了沉默, 原来如此, 方叔, 不用多虑, 这怪不得你, 张朝宗文言安慰一声, 回头沿着大江上游指去, 我若没记错的话, 上游江面狭窄处有桥,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就绕点远路。 蓝若廷苦笑道, 王爷有所不知, 凤凌波与朝廷大军的几次冲突属下皆有关注, 为了防备朝廷大军通袭, 这沿江船只全部被凤凌波控制了不说, 江上半凡能买网的桥梁也全部被凤凌波给毁了, 真要绕远道的话, 起码要绕到八百里外, 咱们这些人没个几天时间怕是绕不过去, 绕过江后又要绕远路, 得不偿失, 还不如扎木排渡江。 商朝宗悦沉思, 随后断然道, 既如此, 天亮后伐木。 事情就这么定了, 关铁当将方平送走休息, 带着沙利的商书清报了巨古秦走来, 身后跟着几人提了石河过来。 商朝宗瞅他这情况, 不惊乐道, 清儿, 看来是有了雅信。 商书清摇头道, 哥, 那两位怕是不愿跟咱们交心, 如此良辰没景, 不妨请来小酌几杯, 清儿愿为诸位抚秦助姓, 来了兴致说不定能解开心结。 商朝宗犹豫道, 要你抚秦助姓, 堂堂郡主如此屈尊, 清儿, 你是不是太过看重他们了? 商书清道, 哥, 李贤下事并不丢人, 就算对方不是贤事, 我们落得如此地步, 哪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屈尊不屈尊, 就当作是客人热情招待一番也是应该的, 并不亏什么。 万一对方真是贤事, 能得其注意臂之力则更好。 哥, 咱们的情况不怕多交朋友, 就怕没朋友, 退一万步说, 好去好散少一个仇人也是好的, 你说呢? 兰若亭心中暗暗感慨, 这位郡主聪慧无比, 更有难而难及的心胸, 可惜是个女儿身, 不然大有作为。 倒是我眼皮子浅, 受教了, 商朝宗成一拱了拱手, 一副受教的样子, 惹得商书清哥哥一笑。 商朝宗一玩耳, 回头朝兰若亭汉手, 示意他去请来。 谁知商书清道, 还是咱们一起去请吧, 也显得有诚意一点。 商朝宗点头, 也好, 于是商书清摆放好了古琴, 又吩咐了一声, 让兵族摆好韭菜, 这才与商朝宗和兰若亭一起前往。 三人找到牛友道赞些的帐篷, 刚靠近, 走在前面的商朝宗脚步一顿, 感觉脚上绊到了什么东西。 这边还没反应过来这么回事, 一道人影已从帐篇下翻了出来, 袁刚那见状体驱突然现身, 拦在了外面, 一只匕首到握在腕后, 虎视眈眈的盯着三人。 张书清和兰若亭皆注意到了商朝宗的异常, 顺着他脚看去, 才发现商朝宗脚下绊到了一根丝线。 三人不禁念面相去, 感情有人悄无声息地在这浅草丛中布下了预警装置, 一旦有人接近这帐篷中, 为立刻会被帐篷内的人发现。 之前的牛友道不会在帐篷中围搞这东西, 他们早先这般接触过并没有发现, 这装置是谁不值得已不用多说, 三人一起看向了袁刚。 商朝宗看向袁刚的眼神中愿发流露出兴趣, 手下这么多人盯着, 居然没人发现这个袁刚悄悄做了手脚。 见识他们, 袁刚的声音和他的脸一样冷酷, 什么事? 商朝宗道, 这一路奔波, 招待不周, 蓝玉今日这般良辰美景, 将边掠备韭菜, 请法师和袁兄弟一起小酌几杯。 袁刚冷冷道, 不用了, 法师已经睡了。 三人一愣, 正以为碰了一鼻子灰, 谁知帐篷内突然冒出牛友道的声音, 有夜宵吃吗? 帐篮一先, 牛友道钻了出来, 顺手一胆歪在肩头的马尾, 瞅着三人, 目光轰闪, 又乐呵呵补了一句, 有夜宵啊? 夜, 敲, 哦, 室友夜宵, 就在江边亭中, 请法师闪光。 商朝宗伸手向腰, 牛友道勾着脑袋朝江边的亭子方向瞅了瞅, 又回头问袁刚, 你饿不饿? 不饿就去睡你的。 说罢又对商朝宗回礼道, 有劳有劳, 请。 机人转身而去, 袁刚闪身回了帐篷内。 商朝宗三人以为袁刚真的回去睡了, 谁知袁刚很快又闪身而出, 手上多了一把宝剑, 正是牛友道的随身配件。 他也没说肚子饿不饿, 漠不吭声地跟在了牛友道的后面, 目光若有若无地警戒着四周。 到了江边亭子里, 牛友道来回晃悠了一顿, 最后亭不平澜, 瞅着明月江波感慨一声, 的确是良辰美景。 法师, 请坐, 商朝宗站入座为热情邀请, 牛友道面带微笑入座, 蓝若亭也坐陪衬入座, 反倒是袁刚没那的意思, 提把借手在牛友道身后。 袁兄弟, 请, 商朝宗伸手示意, 袁刚冷冷道, 不饿, 一点面子都不给, 闹得商朝宗有些尴尬。 倒是牛友道帮着解围道, 他就这样的人, 一根筋, 不通人情事故, 我不知说过他多少回了, 照样没用, 王爷不必管他。 第29章作首辞又死不了, 无妨, 无妨, 商朝宗尴尬一笑, 见商淑青没有入席的意思, 牛友道也忙邀请, 郡主请坐。 商淑青青笑婉剧, 小女面容丑陋, 怕影响法师食欲, 我在旁为法师抚琴助兴。 说吧走向了琴台旁坐下, 调整人和琴的姿势。 牛友道也承认这女人的容貌的确长得有些吓人, 说不好看都是客套, 实际上真的能影响食欲, 人家真要做下食用东西的话肯定要摘沙粒, 可不是影响别人食欲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能这般笑着坦然自认自己长得丑的女人, 这内心有够强大的, 两世为人都难得碰上这种女人, 商淑青月发引起了她的注意。 然听到这话的商朝宗多少有些神色黯然, 若妹妹上回去上清宗真的错过了驱除恶斑的机会, 只怕要耽搁一辈子。 见商朝宗走神, 磕磕, 兰若亭甘咳一声提醒, 商朝宗回过神来, 举杯相邀道, 法师, 一路奔波未曾好好款待, 今日赔罪, 请满饮此杯。 王爷此话让牛某汗颜, 牛某敬王爷。 牛友道举杯就要先干为敬, 水响元刚突然一手摁在了她的肩头, 提醒了一声, 道爷, 多话就不用说了, 爷说牛友道, 就连商朝宗和兰若亭都听出来了, 这是在提醒牛友道小心这酒有问题, 惹得两人不禁看牛友道如何回。 牛友道什么也没说, 继续昂头一杯饮镜, 亮了杯底给对面二人看, 以示磊落。 见他不听, 元刚首长从他肩头挪开了, 也没再说什么, 他只需提醒到位, 见到自己的职责, 其他的不需要他多啰嗦什么, 相信到爷自有决断。 对于元刚的行为, 不相信他们, 这边也能理解, 毕竟算不上熟悉, 突然冒昧请酒, 有所怀疑并不为过。 不过令商朝宗这边奇怪的是, 这元刚怎么看都像是牛友道的手下, 或随行护卫, 不像是同村兄弟, 而从样貌上看, 这元刚似乎还要比牛友道年长一些。 更令几人奇怪的是, 这一路上, 元刚对牛友道口口声声的称呼都是道爷, 同村一起长大的兄弟有必要带一字来称呼吗? 牛友道这般年轻, 用道爷二字来称呼实在是有点过了。 叮叮咚咚舒缓的琴音响起, 商书亲辅动琴弦, 尽量调出柔和轻缓的调子, 将现场的不融洽是十滴掩湿了过去。 庭外邪照进来的月光如水银倾泻在端坐抚琴的商书亲身上, 令其周身隐隐笼罩朦胧月光, 那优雅柔美的腹琴侧坐身姿令牛友道为之侧目之余一暗暗唏嘘, 这女人实在是被那张脸给毁了, 不求脸蛋多美, 但求正常一点不吓人, 凭这份内在只怕也能吸引不少男人, 实在是可惜了, 这老天爷有时候未免太不公平。 有了优美秦生助兴, 气氛的确活络了不少。 趁着气氛好, 蓝若婷有心用话事态虚实, 依然是上轻踪的情况, 或和东郭浩然是怎么回事, 又或修为如何, 皆被牛友道搪塞了过去。 有些事不是牛友道不地道, 还是那句话, 上轻踪的情况他的确不清楚, 和东郭浩然的事情牵涉到那面同静, 对外人他也不想多提, 至于自身修为, 短短五年的进度太快, 要说的话他只能讲假话, 不愿讲假话只能是敷衍。 见这家伙依然是口中没一句靠谱的话, 商朝宗心中再次给牛友道一记差评。 蓝若婷毕竟老诚实重, 对牛友道的胡言乱语不以为意, 见对方有意回避这些, 也不好冷场, 最又换了轻快话题, 听郡主说, 法师才华横溢, 出口成诗, 不知法师可愿让我等一堵高雅。 牛友道依然白手含糊道, 郡主谬赞, 随口胡舟的罢了。 蓝若婷哈哈笑道, 法师就在随口胡舟一回又如何? 牛友道仍推辞, 是此乃是小道, 上不了台面, 比不得王爷铁骑纵横, 不提也罢。 蓝若婷, 此言差矣, 是此怎会是小道, 所谓武能平天下, 文能安邦定国。 这也许说得大了点, 往实在点说, 一手好事兴许就能鼓舞降世士气。 再说的俗气点, 在京城一手好事值千金, 足够普通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大俗大雅共通, 怎会上不了台面? 牛友道眼睛一亮, 试着问了声, 可值千金。 这么值钱, 他心中已经在低估, 若真如此的话, 回头和猴子的经济问题有办法解决了, 刚考古出身的别的东西也许没有, 一肚子古代的东西倒是装了不少, 从宋远青那边是过货色, 应该还行。 当然, 兰若亭笑咪咪再请, 郡主亲自为法师府秦住信, 又知如此良辰美景, 想必法师不会扫兴。 诗词我真不会, 牛友道仍有心掩饰, 但见人家搬出了礼来, 遂决定勉强应付一下, 免得没完没了, 毕竟吃了人家的, 后面有些事还要借用一下, 于是手往后一指原钢, 不过我这兄弟倒是略会一点, 让他代劳好了。 一直暗暗观察四周耳听八方保持警戒的原钢文言一愣, 愣愣看着牛友道,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让老子做师。 道爷, 你脑子没病吧? 张朝宗一听却来了兴趣, 他对原钢的兴趣显然是高于牛友道的, 眼睛发亮, 难道是文武双全不成? 当即举杯相邀, 怨喜而恭听, 原钢一句话就堵了回去, 不会, 张朝宗又尴尬了, 手中酒杯放不是, 不放也不是。 气氛又弄尴尬了, 牛友道立马回头呵斥道, 我说猴子, 你有劲没劲, 你随便做一手不就完了。 原钢等着他, 想问候他祖宗十八代, 我做鬼的事啊, 我就没这套路, 你让我到哪做去, 这是能逼出来的吗? 赶紧的, 随便来一手, 快点, 扭着头的牛友道催促一声, 同时使了个眼色。 两人配合还算默契的, 往往一个眼色就能明白对方的想法, 原钢一瞅他那一味深长的眼色, 顿时明白了, 倒也岂能不知自己不会作诗, 如此强迫, 感情不是让自己作诗, 而是让自己剽窃一手。 原钢心里暗骂一声算你狠, 左右回头看了看, 目光在外面的江面顿了顿, 再扭回头, 面无表情, 挑眉丑了丑牛友道, 眼神饱含深意。 牛友道被他这眼神丑得有些心惊肉跳, 因为实在太了解他了, 猴子也不是什么善茶, 绝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货色, 感觉猴子憋了什么坏, 有点后悔这般相逼, 有点心虚地回了头默默品酒。 原钢呼应邦邦脱口而出,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指这一句, 呃, 牛友道忍不住闷口一声, 差点没被呛住, 没想到猴子倒腾出了这首词, 是非成败转头空, 金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于桥江竹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灼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赴笑谈中, 硬邦邦念完的原刚闭嘴了, 一首好词从他嘴中念出完全没有任何韵律和美感可言。 尽管如此, 依然把商朝宗和兰若廷给惊呆了, 这词实在是太应景太应景了, 稍作品味便让二人心头百感焦急。 琴声也已经停下了, 词念到一半, 抚琴中的商书轻便下意识停下了细听, 情不自禁地停下了, 此时偏头看向念无表情的原刚, 垂沙下的明眸愣愣走神, 盯向原刚的目光旋即又绽放经验神采上下打亮,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好词, 当浮仪大白, 张朝宗高声叫好, 兴奋异常地站了起来举杯。 蓝若廷跟着举杯站起, 摇头惊叹道, 没想到原兄弟满腹才华深藏不露。 嘿嘿, 好词, 好词, 牛友道也端着酒杯带着几分剑笑跟着站起。 原刚又淡淡来了句, 我哪会做什么诗词, 这词是道也以前做的, 我只不过拿来一念罢了。 张朝宗, 蓝若廷, 商书轻一起愣愣看着牛友道, 别闹了, 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 做首词又死不了。 牛友道回头朝原刚打了下手, 还瞪了他一眼, 感情这家伙在这里打着埋伏, 回头又对三人笑道, 的确是好词, 当服一大白, 喝酒喝酒, 埋头闷酒, 谁知缘刚又冷冷道, 这首词不但是道也做的, 而且道也还给谱了曲, 弹唱起来还很好听。 我这人一根筋, 不通人情事故, 从不说假话。 扑, 牛友道一口酒硬生生没憋住, 扑了出来, 在那连连辅胸咳嗽, 差点没被呛死, 还当猴子的坏事完了, 没想到更狠的招在后面憋着, 鬼不当初。 对面三人愣愣看着他扑出的酒水喷洒一桌, 都有些傻眼, 全是这丝的口水, 这韭菜估计是没办法再吃下去了。 相对来说, 三人还是比较相信原刚的话, 对于牛友道的话都觉得不太可靠的。 蓝若亭抹了一把脸上溅的酒水, 试着问了声, 弹唱。 法师还会乐器, 原刚继续冷冰冰补刀, 岂止是会, 古典乐器就没他不会的, 他最擅长的是拉二胡。 磕磕, 咳嗽不止的牛友道一时没缓过来, 连连招他打手, 示意他闭嘴。 拉二胡是何物? 张书清好奇一声, 这边没二胡这东西, 误以为拉二胡是一件乐器, 不知拉是个动词。 这简直是又不一刀, 牛友道苛刻不止, 差点没断气, 赶紧稳住情绪运气压制。 第三时张他说咱们是废物, 将叉了气虽迅速运功压制了下来, 可他却似乎咳嗽得更厉害了, 给人连肺都要咳出来的感觉。 牛友道咳嗽着指了指自己, 对几人摆了白手, 表示自己不行了, 没办法奉陪了, 直接离席, 咳嗽着离开了。 就这样跑了, 接人相视无语, 张书清静默, 听人刚那么一说, 他本还想请牛友道将那次弹唱一曲的, 结果人家压根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目送牛友道离去的背影, 人刚嘴角抽搐了一下, 别人不清楚, 他还能不清楚道爷是什么样的人吗? 这时借咳嗽为油头顿了, 他还想反坑道爷一把, 结果道爷就是道爷, 连个解释都不需要, 就这样顺坡下驴, 滚了, 离能坑上, 网坐小人, 远刚也很无语, 什么都没说, 也没跟几位告辞, 像个陌生人似的, 提着剑转身大步离去。 张朝宗三人随后也反应了过来, 牛友道这世界激盾了, 看看桌上的韭菜, 被牛友道喷了一遍, 没办法再吃下去, 蓝若婷摇头道, 词的确是好词, 不知谁说的才是真。 张朝宗冷哼一声, 你觉得谁的话更可信, 还用说吗? 张书清廉不轻挪, 转身走到了平栏处, 眺望月色下的滚滚大江, 徐徐淫道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好一个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九行只在花前坐, 九醉还来花下眠。 一个豪迈沧桑, 一个失九田园, 但两者都透着淡泊是皆名利之意, 出此同一人是有可能的。 只是依旧不肯交心, 有意和我等保持距离, 哥, 此人我们怕是留不住了, 恐迟早要和我们分道扬镳。 张朝宗脸上有不快神色, 跟着我们危险, 为求自保, 情理之中的事情。 蓝若婷叹道, 不管怎么说, 至少对方的趣意证明了一点, 不是外部派来图谋不轨的。 帐篷内, 牛油道盘腿坐在一张毡子上打坐。 帐链掀开, 袁刚进入, 淡淡问了句, 夜宵好吃吗? 能有什么好吃的, 除了蒸煮烤, 还是蒸煮烤, 这边的烹饪花样太少, 等安定下来了, 这事要解决。 说到这, 牛油道睁开了双眼邪腻, 美好气道, 猴子, 你可以啊, 胳膊肘往外拐。 你还有脸说, 原刚给了他一道鄙视的眼神, 懒得跟他扯那不靠谱的事情, 宝剑连同剑鞘插在了他的跟前, 转身在对面铺地的毡子上坐下了, 道爷, 离南山寺可是不远了, 你确认有人会在南山寺对你动手。 牛油道也立马将刚才的事扔在了脑后, 他们两个之间, 刚才的那点是对他们来说压根就不算是, 略琢磨后道, 图汉不提醒, 我只怕想不到, 图汉既然提醒了, 有那封假信, 实情怕是十有八九。 要在南山寺对我动手, 无非两个可能, 要么是上青宗的人躲在南山寺对我下手, 要么令有人要在南山寺对我下手。 远刚直问, 你想怎么做? 牛油道, 首先, 我还没有活得不耐烦, 我还不想死。 理想中的解决办法, 最好是让上青宗误以为解决了我, 那么就断绝了上青宗在盯着我不放的可能, 可供我们从容离去, 为我们提升自己的实力争取时间。 这样就算以后上青宗发现了我还活着, 我们自己有了实力, 也不需要怕他,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否则被上青宗的高手纠缠上了, 怕是会很危险, 我们人生地部署相当吃亏, 这也是我迟迟不敢离开这支队伍的原因。 商朝宗在布季也是个王爷, 没大人物开口, 公然袭击商朝宗人马的事上青宗还不敢做。 两人多年的配合很默契, 说到这, 远刚大概明白了牛油道想干什么, 问李戴桃江。 牛油道汉首道, 如此一来, 在南山寺的两个可能意味着两种结果, 若是上青宗的人对我动手, 对方十有八九认识我, 李戴桃江也没用, 之后还是会追着我来。 若不是上青宗的人, 则可顺利瞒天过海。 远刚, 具体计划, 牛油道, 人一定要从这五百人里找, 找个大致上和我轮廓差不多的, 你想办法把他修饰一下, 送到南山寺去。 若不是上青宗的人, 见到假冒我的持信人必定下毒手, 人一死, 杀手以为得手了, 商朝宗的人马也必定会去找自己人, 我们可趁机迅速脱离。 若是上青宗的人, 就不会下手打草惊蛇, 你若见人安然出来, 立刻发出求救信号, 引商朝宗人马去支援, 一是争取让商朝宗的人马缠住凶手。 二是为了吸引凶手的注意, 至少不能让凶手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去向, 我们可趁机顿离。 总之不管是哪种结果, 咱们没必要陪着兄妹俩冒险, 点火后立刻走人。 袁刚点头, 明白了, 这时我去处理, 你稳住商朝宗他们。 牛友道哀声叹气道, 我刚不是想稳住他们吗, 你倒什么乱纳。 袁刚头一扭, 躺在毡子上闭眼睡觉, 当什么都没听到。 四日天明, 袁刚打了水来, 帮牛友道把陈起需要的用水都准备好了。 帐篷外洗漱之余, 东张西望的牛友道见人马奔走, 回头问了声, 什么情况? 袁刚, 听了一两句, 进山伐木, 扎木排渡江。 哦, 牛友道看向四周, 起树完后, 牛友道四处溜达, 见到江畔坡上指着江面指指点点的商朝宗等人。 牛友道主动凑了过去, 王爷, 这么大动静, 是要扎木排渡江吗? 接人回头一看, 一纷纷打招呼, 兰若婷笑道, 是啊。 若仅仅是人过江还好办, 这么多马匹, 不扎个上百枝木排怕是不方便。 牛友道睡上下游丑了丑, 好奇道, 上下游没瞧吗? 兰若婷, 法师有所不知, 广义郡太守凤林波拥兵自重, 为防朝廷大军, 严控江上来往传之, 至于江上桥梁一事烧的烧, 毁的毁, 绕道又太远, 咱们只能是扎木排渡江。 拥兵自重, 牛友道走入几人中间, 眺望对岸隐隐绰绰的景物, 区区一地聚首就敢对抗朝廷大军, 这个凤林波很厉害吗? 张朝宗兄妹互相看了眼, 连这个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牛友道是不是明知不问。 兰若婷微笑, 吕虚道, 一具实力对抗整个朝廷自然是不行, 不过如今的朝廷正面临敌国大军压境, 不宜造成内乱。 而凤林波也的确是有几分实力, 有修行门派撑腰不说, 归下更有十万精锐大军, 长子凤若毅, 赐此凤若洁皆是能征善战之虎将, 就连女儿凤若难意是金国不让须眉的女将。 凤林波有两儿一女为将, 连拜朝廷征讨大军数次, 逼得朝廷暂时只能安抚, 不敢将其彻底逼返。 家之广义郡地处于女之乡, 气候温润, 粮食充足, 人口自然也不少, 可谓给了凤林波充足的先天自立条件, 因此敢趁着朝廷内拥外患而对抗。 下面一个郡守都敢拥兵自重, 看来这大燕国的麻烦不小。 牛友道路出若有所思神色, 嘴里嘀咕了一声, 凤若难, 她想起了一件事, 当年刚出小庙村舍河漂流时, 曾遇上一个女将, 喊话时就曾让她来广义郡投奔, 记得设给她的名牌上就刻着一只凤凰, 还有一个男子。 听见念叨的兰若亭试着问了声, 法师认识凤林波的女儿凤若难。 呵呵, 牛友道笑着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后方的临时驻扎地突然出现一阵骚乱动静, 商朝宗豁然回头, 喝道, 怎么回事。 回头看了眼的牛友道见袁刚被一群人围着, 眉头掠动了一下。 接人随后快步走去, 百夫长关铁上前开路, 围着的人群让开。 见袁刚明显和自己轻微对上了的样子, 商朝宗再次喝道, 怎么回事。 袁刚毅立原地一动不动, 面无表情, 他对面的另一名百夫长陈树林指着袁刚, 面有怒唆道, 王爷, 他说咱们阴阳武裂两位的人是废物。 接人迅速盯向袁刚, 商书卿暗暗觉得奇怪, 这袁刚绝对不是个多事的人, 怎会说出这种话来。 商朝宗, 袁兄弟, 可有此事, 袁刚无动于中道, 是我说的。 一句话越发激起众怒, 周边人一个戈面有怒涩, 连商朝宗一脸色省下, 蓝若婷和商书卿互相看了眼。 手上拿着剑走哪都当拐杖用的牛友道单手储剑, 万不惊心地嚷嚷了一句, 猴子, 胡说八道什么? 袁刚淡然道, 没胡说八道, 说的是实话而已, 谁若不服气, 可以比比看。 两位清兵立刻一个个摩拳擦掌, 明显准备狠揍袁刚一顿的样子。 商朝宗则是精神一阵, 他第一眼见到袁刚就对了眼, 袁刚身上的那股气质他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 早就想探探袁刚的本事如何, 此时机会送到眼前, 不惊喝道, 好,哪位弟兄出来陪元兄弟玩玩, 我,我来,王爷,让我来, 一群人争先恐后, 最后还是百夫长陈树林一声喝, 压下了其他人的意见, 亲自上场。